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AMPUS的优仔攻防 刚刚做完两场的欧联16强的首次回合 曼城也顺利淘汰哥本哈根 其实曼城在16强对着哥本哈根 也是收了一支好签 作用很大 令主力可以休息 年轻球员上阵 更可以收到试阵 练兵的效果 因为看回三月份 对曼城来说很关键 有机会是决定一切 上个星期刚刚曼城打给曼城对曼联 刚刚周中就是欧联16强次回合 淘汰哥本哈根 现在顺利去到欧联白权阶段 接着今个星期日超级大战 就是仿首大战 曼城会作客对着利物浦 接着就会对白里顿 捉总监 也会对紐卡素 之后就对阿仙奴 对阿仙奴是三月底的 所以这个三月对曼城来说是很关键 所以哥迪奥拿都是要计算 会调节 所以刚刚这一场欧联16强分组的 16强次回合都是用了很大幅的轮换 甚至乎用了年轻球员 当中也可以检视哪些球员的状态好 以及可以试到什么阵 当中比较少见就是刚刚这一场对哥本哈根 曼城去到下半场有一段时间 是类似一角双箭头 艾华尼斯拍着贺兰 这个是比较少见 以往贺兰单箭头4231 那三角艾华尼斯会堕后一些 或者是两边 曾经在这一场波试镇试过双箭头 艾华尼斯拍着贺兰 亦都为未来的赛事准备 有没有机会就摆大个头 可以并存 甚至乎艾华尼斯和可兰 一个双箭头 这些都见到 哥迪奥拿在16强欧联 对哥本哈根是有空间 可以试一阵 刚刚这一场的赛事 对哥本哈根 曼城也有试试打三中坚 又可能有四人防线等等 当然阿达前提也会被主力休息 那一场波试镇压迪斯 和中坚的荷彬迪亚斯 亦都去到中后段收起 让他休息了 因为刚刚这一场赛事 对哥本哈根的欧联16强 比较在上一场 万事打比 只有四个主力 分别就是 河南 洛迪香兰迪斯 荷彬迪亚斯 和门将的艾達臣 所以未来三月 将会是曼城 将会是哥迪奥拿 一个最重要的月份 也会很大机会 决定一切的情况 特别是英超方面 今个星期大家的招点 当然是 禮物浦对着曼城 到时再和大家慢慢谈谈波经 这一场波 最想他们和波 应该就是 有分争冠军的阿仕奴 好 看看三月份 曼城最后的表现 是否可以继续下去 因为现在曼城最好的条件 就是双皮尽起 只有加利畜有些伤 也不是很严重 其他都可以准备好 迪布尼的筋局 慢慢可以提升状态 好 最多谢大家 继续支持我们安播体育传门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